台鐵昨天開放春節假期網路訂票 結果東部幹線在一分鐘之內就被秒殺掉15萬張 不過台鐵在1月21號的早上 還會開放十明治火車票 預估提供2800個座位 為了上網訂購台鐵東部幹線春節期間的火車票 不少華東地區的民眾 從昨天晚間就戰戰兢兢的坐在電腦面前 結果五號凌晨零點 一開放訂票不到一分鐘 火車票就被秒殺15萬張 連台鐵花蓮站站長自己都訂不到 那大概在第一分鐘的時候 總共完成了六萬四千余筆的訂票 那訂票的張數總共是15萬張 那整個訂票是蠻順遂的 那一般我們電腦系統 並沒有所謂的當機的情形 買不到票的民眾 總共只好到火車站試試運氣 但幾乎都是售完沒有座位 台鐵志工則是忙著幫民眾查詢 是否有人剛好退票 不少鄉親一夜沒睡 訂不到票 不知道春節該怎麼回家 這樣都訂不到 都訂不到 都沒有訂到空的 一開放我們就四五個朋友在訂票 訂一張票而已 就訂不到 秒殺 秒殺 那系統有當機嗎 沒有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睡覺還在訂票 台鐵則表示訂不到票的民眾 還有八個班次的實名制火車票 會在一月二十一號早上六點開放網路訂票 預計共可提供兩千八百個座位 此外華麗縣政府也提供六個班次的返鄉專列 在一月十號上午九點開放網路訂票 一月二十一號開放現場訂票 每列車保留六個身帳名額請民眾多加利用 記住文家凱 網站報導